各位关心台湾的媒体先进 还有我们在座的委员们 还有前辈 老师们 大家好 我是王文心 我是一个 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我今天会站出来分享 其实我是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就是 我是一个被告的家属的身份 其实刚才苏医师也有说 过去大家其实应该都知道 苏医师关注食安问题 其实已经十多年来了 从狂牛 萊牛 一直到现在的萊猪 经历了扁政府 马政府 蔡政府 这十多年来 它一直都没有变 我想不是只有我知道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 变的是民进党啊 过去他也曾经被民进党邀请 作为莱克多巴胺讲座的讲师 没想到 在野的换成了执政之后呢 就把他视若叩仇 把他苦心呼吁的部分 不断地做人格的污蔑 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只是因为一个专业者 根据了他的所学 秉持了他没有被泯灭的良心 说出了真心话 现在等着他的 是要除以十安法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这样的一个重罪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荒谬 过去他也曾经骂过 马政府是土匪政府 也都没有被抓去关啊 为什么我们曾经引以自傲 百家真名的民主社会 会逐渐的一点一滴的 在我们的眼前 变成了一言堂 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威权政府 这一点是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母亲 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这都不断地让我想起来 哥白尼当年在说地洞说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笑死人了 太阳在天上绕 那么的明显 你们是阿爸 阿爸那恐不利了吗 可是当时倡议的人是怎么样了 被宗教法庭除以火刑 我们现在台湾已经 套退成中世纪了吗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令我愤怒 再来我的第二个身份 我是一个母亲 其实任何的父母 我想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定会认为 现在那一些还很小的 还没有投票权 还没成年的那一些孩子们 他们应该值得比我们过更好的生活 拥有更有生活水准 吃更优质的食品啊 怎么会明明医生 明明目前的饮食都告诉我们 要少盐 少油 少糖 少酱料 少加工品 又非常的讲究要什么在地 实力当即无污染 怎么今天会民进党政府上台 这些都不屑一顾了呢 我觉得作为妈妈我没有办法 不为那一些小小孩 甚至还没出事 还没有投票权的那些孩子 你们这些政府官员 一任也不过就是四五六七八年 但是你们的一个决策却影响到 十年以后 那一些孩子长大了 不会怨恨我们 没有为他们好好的捍卫 他们的健康 任凭蔡政府 出卖他们未来的健康啊 这一点是我作为妈妈 我绝对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在此呼吁 有幸能够听到我们的 各位婆婆妈妈们 各位为人师长 为人父母的人 我们都应该 我们见证过台湾的民主 我们是在那一个 呵护民主气氛下 呵护长大成年了 今天我有了孩子 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的看着他 从我的手中被践踏 我觉得这一点 我呼吁大家 我们就从一二一八做起吧 我们人民才是投家吧 一二一八由人民做主 我们用公投投下同意票 用公投来公审莱猪 我在此呼吁大家 绝对要跟我们一起捍卫到底 谢谢 谢谢 我相信如果过去十年 是由王博士来反蓝鸟跟反蓝猪 一定早就成功了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 说实在对性别还存在着不公平 好像都要由男性来出头 我真的是 但是现在女性当总统了 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所以怎么说 而且